歡迎來到飛斯特帶你飛 既然是煞車動作 我覺得它應該是有難易度的區別 那請問翔翔教練就是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從簡單到難的 有哪些動作 其實初期來說 我們入門來講的話 我們會從三個動作開始 會從一個是瘦 然後ACID 跟ACCROSS 那這三個動作 我們接下來延伸之後 它的稍微進階一點點的動作 是點起來的Face Trail AC TOE 跟AC CROSS TOE 那接下來呢才會是 當接觸到開始往進階走的時候 會是側煞 Magic Unity Savanna這樣子 那煞車裡面它應該是有比賽 那比賽的話它是有一些規則 因為我看他們加速距離都衝很快 那它加速距離它是有幾公尺嗎 還是規定這樣 有其實我們在 我們在前面的加速距離 它是有一個規範 加速距離是25公尺 煞車區的話是15公尺 但是基本上 因為很少會有人 就是可以煞滿15公尺 所以基本上他們都會 大概到 到進那個煞車區之後 都可能還會稍微 稍微墊一兩步 盡量把它的煞車距離 騎跑距離 跑滿 讓它得到最快的速度 那如果說今天 你說25公尺的煞車 那我今天不小心煞超過25公尺 15公尺 15公尺 好沒關係15公尺 那如果說今天我煞到20公尺 那我這樣子 我是會被扣分嗎還是 其實目前我記得 之前的話 只要你超過最後的一個停止線 你的成績就是 從頭到尾都不算的 但是近年來他們 因為覺得 也覺得這樣子的狀況 是不太合理的 所以他們有稍微做修正 變成說 你只要超過停止線的話 你的成績是超過停止線 之後的部分不算 你這之前的還是有算的 對 那這樣煞車 你說兩米才有成績 那我們要怎麼知道說 它剛好煞超過兩米 這要怎麼判斷的 其實這個來講的話 我們在比賽的時候 我們後面那15公尺的煞車區 我們會擺一個摸字型 那這個摸字型 它會有放 每一公尺 它會放一個腳標 然後每五公尺 它會換一個顏色 讓它做比較明顯的標記 那除了裁判直接的判定 直接去肉眼看之外 也會有另外一位距離神 他會負責攝影 把所有這個選手 他從開始煞車到結束的過程拍下來 那就是想想教練 我想問一下就是我看那個煞車 有些人可以煞到非常遠 那是不是跟輪子器材是有關係的 其實是的 我們早期來講的話 它都是用一般的這種 就是抓地力是算不錯的輪子去煞車 那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它的難易度非常的高 所以大家都是一直在煞 所以那個時候練煞車的人 就相對少很多 那現在來講呢 都會有這種煞車專用的輪子出現 那它的 它對於滑行這部分來講呢 它就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你不需要去很用力的破壞它 地板跟輪子之間的摩擦力阻力等等 那它就會好上手 會不會有選手用大顆的 它這樣前面加速很快就滑很遠這樣 其實這個輪子的話 我們之前在國外選手 他們有討論過這個問題 那最後大家平均使用 都是選擇使用76mm的輪子 因為你稍微再大一點 它的輪肉到輪骨中間的這段距離太長了 它對於地板的吃力會更吃力 它吃的力量會更大 那它就更容易缺腳 雖然說速度會比較快 那缺腳的話就像這樣子 它滑行的時候我們很常是會特定 壓著這一個位置在滑行 那你壓著同一個位置 滑了5、6米甚至10米 這種距離的話它就會缺腳 那像剛剛教練提到的可能是說 比較大的輪子的 那他們可能用90甚至100輪子在煞車 目前這種打小輪子 它是沒有特別出煞車輪的 對但是大部分來講 因為現在國外他們是 比賽的時候都是有用特定的地板 那這地板它不一定材質是一樣的 但是一定都非常非常的滑 對一定都非常的滑 難怪它可以用大輪子去 對他們用那種大輪子 可以還是可以殺到很長很長的距離 那這種輪子它是有特別硬嗎 還是或是特別軟嗎之類的 有 這個輪子它超級的硬 超級無敵的硬 那我們來試試看 好 一般我們在看輪子的彈性的時候 我們會這樣子 很彈 我們從這裡放手 它回彈的高度大概到這裡 這彈性是很好的 那麼像煞車輪來講 一樣差不多這個位置 它說到這裡 這個落差就會很明顯 對 那既然硬度硬的話 會不會選手在加速的時候 常常打滑之類的 其實會 其實會 這是很長的 所以它的跑法 我們在煞車輪的這種用法 它的加速 跟我們現在國內比較常見的樹莊 它的起跑的方式 它的跑法就會不太一樣 對 它的力道不能夠那麼大 它必須要靠推刃的方式 去做加速 那翔陽教練 就是你會建議給那些要接觸煞車輪 什麼樣的建議嗎 首先 現在器材很方便 有煞車輪其實真的好 現在相對來講好入門很多 而且它也可以盡可能的減少你跌倒的機會 那再來的話 可能就是在場地的挑選上面吧 盡量找一些 並不是地板要滑 並不是地板要滑 你不要太粗糙 不要就是那種 什麼泥沙地板 然後凹凸凸凸的 其實基本上都不會太難殺 但是比較可能會需要的是 會有欄杆 有欄杆的話 其實可以讓你好浮著 去感受一些動作的細節 然後去做加強 那你在上手的時候 其實就好上手